以下视频呢是说一些有些扇盖打不开这样的情况 几种方法可以 第一种呢如果出现机子扇盖打不开的时候 用手压 听到听到那个锁退的声音之后就可以打开了 这是一种 如果是手按的话机器不能开 那你首先确认急停是否有打起 如果有打起重新按启动 按完启动十秒钟之内再按下急停 我现在操作一遍啊 现在听到搭的一声锁其实它也开了 按急停 启动灯灭掉之后可以直接打开盖子 如果以上两个动作都不能把上盖这个盖子打开的话 那我们找一个十字的螺丝刀 在这里里面有四颗螺丝的把它都拥松 然后盖子往后推 这板就可以拿起来了 那现在看的话啊 它是前面这个没有退开 最简单的方法是说用手压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如果是出现这三个锁都没有开的情况 都说它现在是开的嘛 就是打个比方是说它没有开的情况的话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拔气管手动推回了 就拔这根气管注意啊 拔气管的话是这样 这个前面这里 它往回 往回挤压一下 它的气管就可以出来了 如果它自己跳不开用手 或是这样 两只手往回挤 气管就可以拔出来了 气管拔出来之后 这些锁可以用手动 手动推的 把它推 推回去 如果手推不了 就拿个小铁锤 把这个铁条 就这样往回推一下 这边往回推 推出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气管插回 然后先不要上这个上盖 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三个锁 锁和开是否顺畅 锁和开是否顺畅的 锁上了 按及停 这样就说明已经顺畅 那我们就可以把盖子 重新锁回了 按照 改讯 这个温暖子 简直到 这个儿子 是否 一人 一个小字 比如说明 art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